字幕作词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声音画面有问题吗? 声音声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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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 火龍畫板 馬上說什麼? 最尾是正XX的 是嗎? 還是什麼? 正XX的 總結 朝廷はみんな 正XX的 明日の悠者 好耶 正XX的 挑戦所有的 正XX的 不可摧毀 這首歌是這遊戲最棒的地方 一開始就可以 不停留意這首聖鬥士星矢的主題曲 今天要玩這個 聖鬥士星矢正義傳說 你看到有反拳的 下面也有車田正美的名字 事不宜遲我們進去 進入遊戲裡看看吧 我們在伺服 沒有聲音 其實可以唱卡拉OK 這是什麼遊戲呢 其實它比較適合玩耍 為什麼呢 是一個比較放置 放置形式的遊戲 平時你會看到 聖鬥士星矢的隊伍會自己打人 幫你掛機拿EXP 首先馬上拿EXP 掛了40多分鐘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領取 OK 是不是很簡單 平時你想升等級 打主線 它也是跟回故事劇情的 我們可以馬上打一局 先打一局 我們現在已經玩到 打一輝 一輝就搶了 人馬座聖衣 如果你有印象 根據那個故事的話 就是打銀河擂台大賽 一輝就搶了 人馬座聖衣 然後聖衣 就奉命要去追捕一輝 拿回去 剛剛你看到 冰河和聖衣 有合體技 每個人都有奧義 可以推出 我現在這一隊 就有兩個黃金聖鬥士 當然是厲害 有我最喜歡 雙座 最帥仔的12星座裡面 唉 這麼多一關 那我就想給你看 被奪走的黃金聖衣之拳 溫回劇情 一輝對暗黑鳳凰門下令奪走的黃金聖衣 在忠目睽睽之下離開了會場 為了奪回黃金聖衣 稱此這班人就決定要去追一輝 我站在這裡 將黃金聖衣還回來 好 居然被人追上了 不用說 你們的心裡應該清楚明白 如果主動放下黃金聖衣 離開這裡 還是 只不過是青龍聖鬥士居然敢口出狂言 果然是要被人教訓一頓才肯罷休嗎 那你可以回顧這些劇情 其實 我想說 一開始 五小強一開始 性格和後期 差很遠 嘩我不是不敢打嗎 神經病 這麼難打 一會 一會 對了 現在不夠打 最好是怎麼做 大家知道嗎 你看到由上角我已經有四萬幾成 不夠打是正常的 所以 我們就是要抽卡 抽卡你就要去聖域 那裡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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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聖鬥士也是這樣 一個故事也是這樣 一開始一定被人厲害到神經病 被人打到飛天 你現在要燃燒第七感 你的第七感是怎樣 就是抽卡 哇 燃燒了我的小宇宙 我的小宇宙 我的小宇宙 我現在立刻 就是 召喚 召喚十次 先抽幾隻 黃金聖鬥士 先 可以略過購買提示 好 嗯啊 好 準備解開聖衣箱 嗯啊 當然我喜歡這個 你看到這些光飛來飛去 就是跟著原裝開啟的感覺 就是這樣 哇 我看到很多 很多好屎的角色 有一個穿西裝 這個 阿馬仙女 這個就是一輝的小宇 他就是 你當他像影子阿龍 他是影子阿信 這樣 不算是一個很厲害的角色 哇 一隻黃金聖鬥士也沒有不行 這些怎麼辦 夠了 立刻再抽十次 有什麼燃燒 燃燒 燃燒這個 課金石 好 來吧 行啊 阿信 是男還是女 暗黑仙女 是男 仙女座 難道你 你男生在 八月二十幾日出生 你又是 處女座 你又是女生嗎 這個暗黑天馬 影子 影子 星矢 那樣 壞人 好 再來 沒有 一定要抽 起碼我會抽到 看到第一隻黃金聖鬥士 才收手 說真的 然後我們又可以聊一下星矢 聊一下 一會兒抽回來的角色 日廢 有金色的 是不是很厲害 有金色光 這個什麼座 天戰座 我也不太記得 這個天戰座 你們有沒有印象 天戰座好像是白銀星鬥士 裡面 動畫版 好像加了一個白銀星鬥士 還有這個 大紅座 全香港第七感最厲害的 一定是城仔 當然 不用問 第七感 你們經常說 他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力長 還是怎樣 連颱風都說得過 聖鬥士本身就是 他的拳 可以滑破長空 他的腳可以踢裂大地 那城仔的口一吹 颱風都被他吹歪 吹歪 那還不是第七感最厲害 嘩 還沒有 我們已經抽了多少次 我們還沒有抽到 那個黃金聖鬥士 全部抽了二打六 黑仔 這次一定是 黃金聖鬥士來嘛 有阿達哥 記不記得 星矢第十三期 說什麼 我看動畫版 十三期 也不太記得 說真的 有人問我可不可以 用城仔星來 抽 抽這個 聖鬥士星矢 可以呀 現在來 十年抽 看看可以抽到什麼 我最想抽到當然 當然是這個 印馬座 印馬座 是車田正美的座 他作者自己的座 當然是最近的 現在開始抽 十抽 燃燒啦 我的小 小 宇宙 一隻 好 好 呃 青月十二公 有沒有說 城仔有第七感 還有第九感 城仔 人告你兩半 何止第七感 黃金聖鬥士 最多去到第七感 他又去到第九感 阿 嘩 嘩 其實那個鬼火是什麼來的 什麼墳墓 墳墓靈魂體 我剛剛抽獲了多少石 抽獲了 還沒有弄一隻黃金星球士 我告訴你這次一定要中的 沒有啊 不中是吧 就是100抽了 這個人我已經見了很多次 天戰座 再抽多10次 來吧 我是serve 我是什麼 問我港服還是台服 我是這個香港app store 登陸serve 叮叮 乖乖乖 弄一隻黃金星球士來吧 為什麼啊 我就想抽獲獅子座 我本身就想抽完之後就說獅子座 我在facebook預告post 我已經說了獅子座和我的關係 我打算抽中就馬上停 然後就解釋 求求你出隻黃金星球士 又一揮 哇 有一隻狗 什麼狗 惡犬座 不是說叫守衛 財團 什麼沙漬的護衛 西裝有是什麼水 財團保鏢 按進去吧 握槍會不會最厲害 當然不會啦 星座有規格都槍 都槍不入 再抽多一次 試試試看 會不會抽中 什麼友情包禁服 不會 我們在抽中的 我們抽了那麼多 好像會拿到一些 點還是點的 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去背包看看 一定不是抽中 一定不是什麼 我們來按個背包 這裡有黃金鬥士隨機卡 立刻可以召喚五星黃金鬥士 因為抽得多 他知道你抽不到 現在用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城仔的小宇宙召喚出來 召喚我的小宇宙 嘩 嘩 嘩 不是這麼厲害嗎 召喚了童虎 天平座最厲害了 黃金鬥士裡面 數一數二 嘩 還有擂台入場 竟然 還有沒有 中多幾個 嘩 正 立刻抽到童虎 不用說那麼多 立即升 才說 立刻狂禁 我已經儲了EXP 好 童虎是什麼 天平座 這個遊戲 也有分 土象星座 風象星座 即是你同類型的 放在一起 就會有些好處 現在狂升 升爆 可以說 用阿叔打阿叔 即是你想用西裝油 意思是這樣 還是 可以說跟獅子座的關係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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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獅子座的關係 好 看看 這個應該是艾奧利 這個就是獅子座 香港 通常不會讀 艾奧利亞 如果你小時候有看卡通片 如果你有一個資深的星座 你就知道它會叫做 艾奧利 但是漫畫 或者是怎樣 Kickickcut 台灣 或者是怎樣 它就叫做艾奧利亞 因為是日文 它是艾奧利亞 它是這樣讀 好 我們看看它有沒有寫 我們看看這個 他的生日 他的生日月份是多好 大家請讀出來 大家請讀 你什麼獅子座 吃肉強 什麼 不要亂說廿四 不要亂說這些 下一個又說 什麼獅子座沒有性慾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答我出來 生日獅子座 這個角色設定 黃金聖鬥士 是人馬座的弟弟 他的設定 他的生日 是8月16日 其實是跟我一模一樣 你知道 你看下面他寫著 黃金十二公獅子座的守護者 智人勇兼優 無犯星斗士 亦是被滅為背叛者 弟弟一直堅信阿哥的人物 希望為哥哥沉冤得樹 你覺得他那個人格 和他的招式 給大家看看他的招式 他的立繪是否有招式 他的招式就是 他叫做閃電光速拳 你看到這裡寫著閃電光速拳 就是 你有沒有覺得同一個人很相似 即是他的出生年月 你看 他的髮型又軟軟的 頭髮 高度 應該是差不多 高度 M8 你有沒有覺得同一個人很相似 你卻說誰 你卻說誰 你卻說8月16日出生 你卻說誰 你卻說誰 你卻說是誰 他用著電膝跑 他就是有這些靈感 答案是像我 就是車田正美為何設立了這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 在電視機看到我 出拳超快!快閃電 有一次過日本拍攝 我以前有替身拍攝模面超人的特攝片 有時候有些動作場面很難做不到 我以前也有分享過有一次 我拍攝片要求鏡頭要故意把自己的動作慢一點 還有要求他把快門調到最快速度 因為有時他們拍不到因為出拳出得太快 有一次車田正美看到我拍攝時的場面 他說你出拳了為什麼對面做山已經爛了 或是怎樣怎樣的已經弄壞了傢俬 我出拳就是這麼快 然後他就說 HONTO DESKA? 他就說真的快得像閃電光速 那麼快才是肉眼,攝影機也拍不到 攝影機正常就是Capture的光 為什麼你連攝影機也拍不到你出拳的姿勢 或者怎樣怎樣 那個動作完全拍不到 他就真的快如閃電 我當時他就開始創作聖鬥時聲齒 於是他就問了我 當時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他就問了我 他就說你幾號出生呀? 幾月幾呀? 我很多時候都很奇怪 為什麼第一次見面就跟別人談 你幾號出生呀?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原來後來 我一到聖鬥時聲齒 出了這些卡通片 或者怎樣的時候 我才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 這個角色是取材自這裏 你怎麼看 有人問我哥哥是不是人馬座 這個就是正正的人 所以這個就是你真是聰明 為什麼這個我就說 關係是這麼密切的呢? 這個就是正正是這樣 然後他就問我 你有沒有兄弟 他就說你有沒有兄弟姊妹呀? 我又說有 他就說你都這麼厲害 你哥哥不是更厲害嗎? 他就說是呀 都不差呀 那個很厲害呀 如是者之後他就想起 車田證被人想起 哇 我又是人馬座呀 你自己查一下 你自己查一下 說真的 這些東西 所有東西 那些證據 是吻合到不得了 然後你就說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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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你知道嗎 星野原是甚麼座 誰知道 星野原是甚麼座 我找一個給你看 星野原的座 星野原的座 星域 天使 這些就是星野原的座 或者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星野原的座 海蛇座 我想到 星野原是不是海蛇座 有沒有人知道 星野原是不是海蛇座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星野原的座 有人說好呀 OK 星野原和海蛇座 計算他出生年月日 可能就是 海蛇座 我們說一下 你們聊聊星座 我們聊了一會 我們可以試試打 一邊打 你想一邊打一邊聊 可以一邊打一邊聊 我們都可以 我們先報陣 拿獎品 首先 這個 正路 你可以按這個 一鍵上陣 他已經自動安排 這個陣 最重要 首先 如果我用這個陣 一定會屈 因為 首先 銅虎龍和紫龍 是一個司徒關係 肯定是 父子兵 一定是超強的 後面就是巨蟹座 加雙魚座 再加紫龍 大家都是水象星座 三個都是水 冰河和天平 都是風象星座 左上角 三個 綠色 兩個黃色 配合起來 就很厲害了 我們立即打一鋪 保存陣容 看看這個陣 升級後 是否很厲害 好 你想用阿叔打 就可以了 童虎 童虎是有盾 因為他是堅平了 嘩 我哪有個雙魚座 那麼快 死了 老襯 有沒有那麼厲害 神經病 低能 那麼厲害 鬥士升級一下 說真的 神經病 不行 還可以升級嗎 未加爆 我想也是要打 先打 itu 先打那些升級一下 不然是難幕 說真的 即是精彩活動 先拿他 好 好 好 最後有點挑戰性 不是那麼容易打 通常怎樣升級有幾個 你可以一邊打這個12攻 你可以一邊直殺上去 我們去雙子宮 我用了黃金聖鬥士都打不死的話 待會怎樣打那些過關 還要用那些阿叔 職屍氣冥界波 好,來吧 有什麼再抽? 再抽沒用的,你都不夠 好,我們要先升一點 你可以打這些會有經驗值 打完之後,你一邊殺上十二缸 殺到最頂就可以了 你看到正常,這個珊瑚座很厲害 爐山白龍馬 很帥 我們一邊打一邊傾著 我的陣子裡面 你們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個星座 抽取卡牌 下次再見 我的陣子裡面 雙魚座,巨蟹座,天平座 然後還有紫龍龍座 還有冰河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 在我的陣營 星野元的星座最厲害 剛剛我說過 海蛇座 剛剛我說過 黃金十二 在聖鬥士星座五小強 其實他一開始的性格到後期 差很遠 其實一開始五小強 他們每個人是互相看不起大家 或者是超級串 紫龍一開始 是串星座 類似是廢柴的 他說什麼 我跟著天平座 師傅學習 你收當 我最強的拳頭 和最強的盾 之類 是串過碼頭 菇梨 那些 冰河的 超級串 他說什麼 沒有人救我 一進來好像倒亂 但到最後 打十二攻篇之後 他們就好像朋友了 這樣 才開始慢慢團結 然後 會互補不足 就說 這裡我先頂住 你走上去 或者怎樣 怎樣 平時 一開始 根本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雙魚座很熱血 雙魚座不熱血 他是一個很優雅的人 他平時 雙魚座最喜歡 就是在這裡洗澡 每一集 每一個篇 我可以跟你肯定 如果你有看過聖鬥時星期 尤其是那些劇場版 或者怎樣 總之 他後來死了之後 復活 或者怎樣 一定是看到他 穿衣服 在這裡洗澡 所以我對雙魚座的記憶 是非常之深刻的 每集都是這樣看著洗澡 還有一集不知道是真紅少年傳說還是什麼 然後他就打一輝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記得 然後一開始他在洗澡 洗澡得很漂亮 有些樹芹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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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 這次要升到多少星級才可以解鎖 聖衣 應該是 我未升到那麼高 我猜 我猜7級 錯了 戰陰家王 希歐是什麼星座 百陽座 我記得上一任 木的師傅 是嗎 就對了 好 衣士 是星子迷 當然就可以了 什麼鬼子 我就能回答你 又我是星子 我看得熟得不得了 剛剛說回來 雙魚座 有一次打一輝 衝衝一下娘 之後一輝就出了什麼鳳凰幻魔拳 還是怎樣 然後雙魚座就立刻 沉醉在自己的幻想裡面 又在洗澡 衝到自己 白白 正正 滑滅滅滅 滑滅滅 滑滅滅 滅滅 魔主的身體 接著她就插了一朵花 好像那些女生一樣 很喜歡插一朵花在耳邊 一插下去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 在那個湖裡面的倒影 不知道做什麼事 看到自己的樣子 越來越殘 越來越醜 就在腐爛 接著 她就立刻很害怕 為什麼會這樣 我的樣子 沒有可能這麼噁心 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最後就黏了種子 然後一揮就贏了 好像 不是 她就看到一揮 類似 斬掉了她的頭 還是不軌 那一揮的頭 冤魂不散 口裡 放了蜜蜂 還是烏鷹 石頭 衝出來 嚇到這個雙魚座 黏了種子 然後就輸了 類似這樣 最後一揮就出了鳳翼天場 一巴千下去 之後 咦 打雙魚座 哇 這麼快 我們已經殺到上去 殺到上去 最後一個 差不多了 好 來啦 小時候 通常 你玩遊戲 你會不會在玩什麼 我 你們每人 即是 跟那些 同學仔 一人扮一個 五小強 裡面 你們通常會扮 看看 女神 雅典娜 神之小宇宙 呼吳魂魂 隨機復活一個 以死亡的聖鬥士 我沒有聖鬥士 死亡 打到他 教皇 看看我能否殺到上去 打教皇 爐山 聖陸霸霸 嘩 一夜已經死了 即屍氣界 冥氣波 和王家玫瑰 扣很多 爐山 白浪霸霸 全部都是全體攻擊 黃金聖鬥士 真厲害 好 成功了 我已經突破了12升攻 我可以殺了阿典 這樣就可以獲得獎勵了 看看可不可以 恭喜你成功過了12攻 不好 薩卡的精神 產生混亂 釋放出強大力量 產生了心魔環境 入了魔 可以再打 這個心魔環境 這裡轉載著強大的黃金聖鬥士幻影 需要戰勝他們 令薩卡回復正常 可以選擇難度 試一下這個難度 我都怕過不了 打人馬座 好 一劍上陣 好 來吧 這個 嘩 這麼多血 我也有一個人馬座幫忙 原來 即使現在是冥禮波 他的桌子已經被我打死了 他的桌子不會復活 龍山聖龍霸 看來我應該贏了 照樣看 除非他突然出了一招必殺技 他的桌子真的好像會復活 嘩 真的 而且我的人馬座好像乖 賣了鹹鴨蛋 最高難度 不是 最低難度 最高 看來我應該贏了 剛才出了盧山伯龍霸 扣了他 極多 拳石升陣拳 五小強 如果你要我選擇 我最喜歡哪個 我想我是選 我想我是選 這個 阿信 我之前有沒有跟你分享過 我們有沒有分享過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 五小強裡面 我最喜歡阿信 先讓大家看看 仙女座阿信 有沒有故事 我沒有 沒有理由 我沒有阿信 我們先看看 不是 是圖鑑 青銅聖鬥士 我沒有理由沒有阿信 你看 這裏阿信 就是這樣 阿信 又是甚麼 即使氣界命氣 即使氣 那個招叫甚麼 我經常都讀得不好 即使命界波 還是即使氣 還有那些字 差不多 即使氣命界波 對了 即使氣命界波 我記得 先說回阿信 我很喜歡阿信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寫得這麼細緻 他就說 一輝的弟弟 性格柔弱 不喜歡爭鬥 之後他成為一位優秀的聖鬥士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他講得不夠細緻 他本身就是 他取得青銅聖衣 是怎樣 他本身 大家不知 記得這個設定嗎 當時 他們說 在一個 成戶沙跡 一個有錢人 你當是一個 城仔級數 再厲害 的世界富豪 最元祖聖鬥士的設定 就是 他有100個子女 大家知不知道有這個 你們是否不知道 聖鬥士原本的設定 就是 他有100個子女 然後 他就不知 叫他們 去 不同的地方 修煉 或者怎樣怎樣 去鬥 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說 他是不是有100個老婆 不需要 他有100個子女 不等於他需要 有100個老婆 Anyway Anyway 總之 一開始 一百個小朋友 要抽籤 選 我要去哪裏訓練 去哪裏訓練 拿聖衣 要拜別人為師 阿信 跟我一樣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喜歡 他很黑 他選了一個 邪惡城 Cine City 之類 出名 很多黑社會 每個人 看到阿信 抽到這個地方 就說 你糟糕了 阿信 你抽到這個 你死定了 裡面的人瘋了 師傅又是 極度邪惡 好壞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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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皇后島 這位人英 非常聰明 你也是聲齒迷 當時一輝 阿哥 看到這個情況 就覺得 嘩 我弟弟 本身已經是 即是他剛剛說過 生性由弱 或者怎樣 他那個死亡皇后島 他怎樣捱得住 死定了 於是一輝 就代他去 然後 就去死亡皇后島 去受地獄訓練 而阿信 就去了 仙女座 這個訓練 仙女座訓練 前期間 就一路 最後 學滿師 準備下山 要拿聖衣的時候 然後 他就跟師傅 說 我想跟師傅打一場 師傅說 好啊 測試一下你厲害不厲害 然後阿信 就說 我是這一次 我唯一一次 我會用全力 他說 他之前的訓練 全部都不會用全力 一出功夫 就打到師傅 差點死 然後師傅嚇到 冷汗 就說 阿信 原來你這麼厲害 平時就是 因為他生性猶弱 不喜歡傷害人 討厭 暴力 或者怎樣怎樣 所以他就很少主動出擊 他的鎖鏈 他經常都很少用來攻擊人 他的鎖鏈經常有什麼 可以感應到危險 或者星雲鎖鏈 可以做什麼 防護盾 那個什麼 迴旋陣 原鎖 如果你有看日文版 就是這樣 所以我最喜歡阿信 還有他有一招拳法 超厲害的 不知道什麼 星雲鎖鏈拳 還是什麼 什麼 又是什麼 渣流炭 我們現在可以先升一升 看看能不能殺上去 剛剛輸了的機關 我們剛剛就是 可能一輝也太大 這個小龍也太大 好 接著再升一下童虎 童虎是肉盾 當然要強一點 OK 大家超猜 看看我今次打不打得贏 還有一件事 如何快速升EXP 就是你可以祈禱 你記得嗎 好 立刻祈禱 小魚就爆發 即是他立刻 狂撞 你見人 打人 立刻拿了你掛機 不知道多少小時的經驗值 那我現在多祈禱 又是什麼 球神 故事裡面都是這樣的 你沒看過小強每次不夠打 就在球神 阿典娜 我頂不住 阿典娜 我快要死了 我已經不行了 接著那個阿典娜 就會有一些天外之音 那些 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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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他就開始 著火了 對吧 我們先抽一些東西 我們先抽一些東西 不爭在 我們先抽一些東西 再想一下升哪個招 嘻啊 嘻啊 最好抽夠五隻 黃金聖鬥士 這樣 這樣 這樣最好 一人說什麼 升旨你不時患有信用 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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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到阿信 求你弄一隻 我想試一下抽一次 黃金聖鬥士 還有一抽阿典娜 不知道遲些有沒有 可能遲些更新會抽 嘻啊 看到了嗎 我看到黃金聖鬥士 山羊座 修羅 嘻啊 厲害 你看看 這個修羅最拿手 你看到他用手刀 什麼聖劍 後來紫龍是跟他一些朋友 嘻啊 然後又學了他這招 流星錘 地獄犬座 好 再抽吧 好 來了 抽到什麼 可以 又是暗黑仙女 影子仙女 好 不用看了 再抽 鬥士難為不足 鬥士難為不足 要怎麼做呢 就是這個星之憂 然後遜散一些 看看 不能遜散 這麼厲害嗎 不要緊 在這裏 你看到快速修煉 有些鬥士 幾個加幾個就會合了 對 我這些可以升 這樣一次過按 這樣 OK 叮 這樣一件升了很多 現在再抽 成為傳說的鬥士們 弄多一隻黃金性鬥士 有五隻黃金性鬥士 應該如神殺神吧 我 不想要 不想要 我 不想要 抽了所有 這裏的石 嘩 剩下六千 剩下幾次機會 不是 沒有 最後兩次 然後 有 我 金性鬥士 最後一次了 中了吧 啊 那一隻白蝦座 Oh No 已經沒有了 誒 又有拿了 券 又可以用券 看著 大家猜猜會抽到什麼黃金聖鬥士 3 2 1 人馬座獅子座 這個是什麼 又是山羊座 為什麼這麼巧 借助女神力量立即獲得掛機 8小時金幣收益不受VIP影響 碎片這些都可以召喚聖鬥士 一揮 好了 那是時候 重新調整陣 不用說了 這些一定是 這個不要哪個呢 不要啊 要這個 要這個 修羅 接著就去升勒鬥士 現在狂星 有聖劍用 立即拿來騙人 不用說那麼多 現在應該夠早 希望我也不肯定 至少這隻都要去到41級 不用說 嘩 都去不到 還有要裝備 難怪的 剛剛不太多裝 忘了幫那個童虎裝備 他穿肺裝當然是輸 好 接著就 報陣 一件上陣 為什麼不會 當然不要冰河 要回去 四隻黃金聖鬥士 不會輸吧 好 好 大家猜猜 會贏還是輸 嘩 神經病 他一踢出不知道什麼招 後排的黃金聖鬥士 全部賣鹹鴨蛋 神經病 看我一筆有沒有那麼厲害 低了嗎 我們要排一排陣 說真的 等等 想一想 升域 鬥士大廳 快速修煉 現在我把修羅再升一個星 好 好了 升了 然後還有 我現在決定 把一些 叫做蟲子 怎樣蟲子 我要把這些星矢 我要把他的功力還原 啊 阿信功力還原 啊 然後冰河 再還原 我不相信我這次都輸 說真的 當然怎樣呢 當然 修羅 升 呢 突破了他先 OK 跟著就 選 1-1-5-1-4-5-1-6-11-14-14-14-15-14-16k 2-5-15-17-20 2-7-26-15-16-17-17m 2-16-18-18-19-16-22-15-19-17-24-13-14-14-16-25-饌 4-17-22-18-19-20-19-17-18-19-24-16-18-24 1-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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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4-22-22-2012-18-19-19-100-24-16-18-16-17-17-28 全部安裝了好東西 我覺得正常的他跟老師一起打應該要加成 不用說那麼多 馬上抽 再接再來 來了 撞死他聖劍 刺馬當然是他這招扣勁了 馬上都不同了 直屍是冥界波 撞死他 杜珊升聖劍 人家招活上的聖劍 撞死他 扣那麼少 為什麼他升聖劍 貨加妹 最後是靠雙魚 你有沒有看到他剛剛說什麼 他是復活的 低了 怎麼那麼厲害啊 大佬 拿多些道具 拿多2萬經驗值 我又不相信 光手 說真的 神經病 沒理由 活動是不是還有什麼拿 好 來了 背包 有什麼用了 修行 修行就是 鬥士先 現在沒理由 這麼愚蠢 現在還會慢慢升 沒有可能 童虎 童虎是什麼 反腦還童 補血 雙魚座 又升多幾呢 應該夠拼了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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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試一次 豐王座不死身的 現在現在說 沒有理由 打掉他 復活幾次我 打他變得 豬頭餅 嘩 啊 我 你有沒有看到 我山羊座 有沒有那麼 這麼快 賣鹹蛋 太誇張了 一升上天啊 為什麼我死得比剛剛還快 剛剛打到他就死了 是不是白痴 我此次是不是有循璣成分 聖劍 他那個招不知道什麼合體技 一下五條一條 燃燒吧 我的小宇宙 XKARIMA 很難升龍啊 慈瑪甲 可能我要 想一想先 等下這個暴震 如果我先看看 假設我又把黃金聖鬥士還原 把經驗值升到五小強 其實黃金聖鬥士 大家是不是跟回故事 其實黃金聖鬥士都是廢的 五小強的經驗值全部加下去 那是不是最厲害呢 這樣 惡犬放C位 好啊 試一下吧 是不是把惡犬升到一百年 要不要試一下好啊 試一下吧 聖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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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們去 鬥士 然後我們 試一下 拿 升 那隻 惡犬 惡犬 在哪裏 有看到惡犬嗎 有沒有用惡犬 好像沒有得用 沒有啊 你看他沒得用 那我們試一下 用了五小強 還是怎樣 或者西裝友 西裝友在哪裏 什麼什麼守衛員 好像看不到有 你們有沒有看到 應該兩星 但我看不到 那是鬼蛋 我們試一下 裝上這個 差不多 最少要三星起 才有得用的 OKOKOK 好了 首先我們 quit了這隊友 冰河 跟著 紫狼 我們要了五小強 還是怎樣 這個什麼 這個一句 白瓊座 試一下用一下 看看還有什麼人好用 不知道是什麼人 這個什麼座 烏鴉座 遙張遙陽 什麼 看看 現在我們要砌陣 全部 每一個星座 可能 現在有三個方 這個什麼 水 這個 最醜 隨便 我們選擇了 醜 這個 剛剛白瓊 然後 這個 星野元 座 這幾個 保存陣容 然後 鬥時把他們 升上陣中 突破 全部升爆 什麼 什麼 達敵 達字 可能也很厲害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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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一下 看看如何 不行就算了 好 這個幾個 41 升到50 應該 差點 容易 升到 天戰座 得 禮物 會不會這些更厲害 黃金性 豆豉 過了就好 告訴你 黃金性豆豉 躲在十二宮 騙飯 食 養磚儲優 好 接著到下一個 什麼 誰還沒升 星野元 還沒升 這個 你們會不會以後看星矢 又會記這個 做星野 海蛇座 這次一定會贏 好 看看 是不是 以後你聽那首 陶瓷那首歌 你就想不到 這個 好 接著到下一個 還有哪個 還沒升 出擊 這個 冰河 冰河有戀母情結 他真的 一臨死的時候 就會說 媽媽 媽媽 你知道嗎 你們有沒有看過 一臨死 是 一臨死 還有一臨死 一臨死 還有一臨死 還有一臨死 一臨死 大紅座 一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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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了人用得這麼好 全部都50%試 冰河很喜歡進去海底 找他媽媽 他媽媽的遺體 放進去 他的屍體不會腐壞 夠了 大家試一下 Let's go 雜牌軍門 拿劉色循環 升野元快點咬他 硬的 立刻死了 升野元 極事 第一個死亡 神經 又是什麼忘記帶飾品 試多次多忘記帶飾品 OK 你都幾細心 這樣都給你見不見到我沒有帶飾品 差很遠啊 沒有帶飾品 現在加上千HP 好 OK了 試多一次 真點最後一次 而消霸我拿小宇宙 咬下去吧 那我厲害了 死了第一個冰河 這麼差勁啊 大哥 拿劉星錘一撞死他 神經病 神經病 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都 其實可能要排 你要看看敵方陣容 即是他五隻是黑暗鳳凰 這些啊 那你就要拿些不知道什麼黑他 正路的應該這樣 這樣就可能贏得了 還試不試 課金我解決一廢 有人說一隻都殺不到 正常我就在想 在想是不是工會家人 收回你 先來吧 管理 接著入會申請 現在馬上有很多 開完很多人上線 將軍澳人馬座 車滿就出發 可不可以加了嗎 滿啊 我遲些再清一清 收拾一收拾 那些 大哥 首抽水瓶座怎麼看 應該也很厲害 黃金聖鬥士 應該不差 因為水瓶座就是冰河的師傅 兩個人鬥什麼絕對領導 應該也很厲害 好 時間都差不多了 介紹了這個星矢的遊戲給大家 尖星堂是否還可以抽 抽了還是怎樣 為什麼他有個感嘆號 好啊 今天介紹了這個星矢的遊戲 也跟大家說了我和獅子座 黃金聖鬥士獅子座的關係 好啊 希望大家就喜歡 如果你喜歡卡通片 或者怎樣 你可以下載這個遊戲 怎麼看你22 玩到第3關34 這麼厲害 有什麼盲 有抽嗎 你看到有什麼抽 剛剛火層樓終於抽齊12個黃金聖鬥士 剛剛火層樓終於抽齊12個黃金聖鬥士 是嗎 沒有可能 你根本不需要抽齊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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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火層樓 神經病 我們就準備要轉場了 我們又要去玩下一個遊戲 多謝大家收看 最後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玩這個遊戲 你就可以在我的預告POST上貼你的UID 你的SERVER 有機會官方會給你一個虛擬禮物 OK 包括有十連抽 也有其他的虛保 如果你有玩 想得到強力武器 或者怎樣怎樣 你就可以去我的UndergroundDV.com Facebook留言 官方就會寄一些虛保給你的 OK 好了 我要先轉個遊戲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的 聖鬥士星矢正義傳說 好 稍後再見 我先轉一下 一會兒就玩這個 Resident Evil 請等等 現在要轉遊戲了 不要走開 千萬不要走開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